不管别人怎么探秘 我们粉丝永远都支持你 粉丝的一句支持的话语 差点让文章落下了男儿了 让人意外的是 背负骂名的他 反倒先自我调侃一番 那所谓的文章耍大盘事件中 大盘文章到底是如何耍的呢 我会得到最终的那个版本 因为其他都是 有制片人出去沟通 有宣传人员专门沟通 他们只给我只看最终的 那一个版本 就是让我干什么 我们整个这次的剧组的团队 经济团队 宣传团队 都是非常非常专业 因为走了这么多的城市 得到的反馈 都是非常非常的正面 而且是觉得说 是一个很认真的团队干活 就不知道怎么就 得罪了 不知道得罪了谁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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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文章这样被推荡 很好烂尖的话 买一个有可适的物品 它是什么样的性格 习惯 我们都习惯很 是文章及其团队 要求柯柯 还是文章一方 与电视台降落时 出现误会 外人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遭遇耍大牌事件后 文章似乎变得格外的敏感 当天取访前 他甚至开始关注起 众媒体话筒上的卖标 来一下 好来 好来 来 再找点 有没有不良 好来 虽说是句玩笑话 但经历过这次 耍大牌的风波 文章也坦言 自己不是个合格的艺人 每一个人呢 他都不可能得到 所有人的喜欢 有很喜欢我的记者 也有很不喜欢我的记者 我觉得 我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只教我 怎么当演员了 没教我怎么当艺人 我现在学 你现在有学到哪些 最好随时保持微笑 电视剧《小爸爸》 是文章首次当导演的作品 从演员变成了导演 有文章自己的话说 随着时间的变化 他自己也在慢慢地成长 其实我身边的人都觉得 说我编的一些活动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怎么 我现在就是在众人那点 我是一个坏人 觉得其实有无所配 因为这么多年 一直被黑 习惯了 一年得离一次